这爆炸威力把整栋建筑彻底移为平地 现场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这是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 旁边的附属建筑 当地时间一号遭到以色列空袭 攻击目标锁定负责海外行动的特种精英部队 伊朗革命卫队胜成旅 以军发动的这一起越境轰炸 祭出外科手术是精准打击 当场击毙伊朗圣城旅在叙利亚和黎巴嫩 两地的最高指挥官和指挥官副手一共八人 伊朗扬言将强硬反击 从空中俯瞰 位在加萨走廊北部的西法医院 在历经以色列长达十四天的围攻行动后 如今早已完全停摆成了一片废墟 从空拍图对比过去的医疗大楼 在炮火肆虐之下 只剩下断圆残壁 院区到处都是伤患和遗体 以军从三月十八号开始围攻西法医院 号称要针对在院内活动的哈马斯 展开精准行动 期间内发动数十次空袭和炮弹攻击 酿成严重伤亡 医院如今再度沦为战场 以巴冲突依旧不见 只占迹象 静新闻林思立 汪主音报道 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工资格